我們繼續跟何欽蓮老師還有陳曉農博士來談這一次的中美貿易戰所引起的相關的影響 我想先請教陳博士 就是說美中的關係到現在為止是陷入一個谷底 那在國內有沒有人對於習作為領導人在處理美中關係 是有一些批評或維持的 甚至是國內有一些可能是比較自由派的 認為說美國對於我們的要求其實在某一方面也是對的 那這個是讓整個經濟更開放 那為什麼要一直頂住不讓這個事情 你怎麼看這個事 我想首先要說一下的就是很多人把美國這次 對中國開始推動這個貿易談判 然後對中國的姿態越來越高 立場相當強硬 把它看作是美國發動貿易戰 但問題是在這個背後 美國為什麼會發動貿易戰 其實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國 在習近平上台以後這一段時間裡頭 中國姿態越來越高 一個是講中國崛起 第二強調的是中國有一種要在世界爭老大的形態 他講崛起的時候並不是說我就停在目前狀態 而是希望說更上一層樓 那前台詞就說將來美國不行了 我是老大 這種真老大心態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中國開始在全世界全面鋪開 其中的重點還不是一帶一路 重點是在獲取或者盜取資產權方面全球鋪開 這個做法給全球最大的警惕 因為這個等於是偷人家的財產 那麼同時中國在這個狀態下 又在軍事方面不斷的擴軍 這個姿態顯示出來的就是 把美國明確的作為假想敵 這樣的姿態使得美國開始重新對中國定位 說你不再是我的夥伴 你也不是我的朋友 你是對手 而且是一個準備挑戰我地位 對我構成威脅的對手 要望我牆角破壞我的基礎的對手 那麼雖然沒有用敵人這個詞 但用英文講rival這個詞 本身是含有某種程度敵對意識的這種狀態 所以在這個狀態下 中美發生貿易戰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有人會說 是不是還可以用高層權力鬥爭來解釋 中美這個關係的波折中的每一步 當然這種方法是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反正沒有任何真正的證據 所以每個人都根據自己想像來解釋 就是說這個環節是他們可能衝突一次 下一個環節又衝突一次 我覺得沒有那麼簡單 同時事實上這個權力鬥爭說呢 也不能充分地解釋每個環節 比方說講中國崛起的時候 沒有人說高層裡面有人反對崛起 同樣的 當中國和美國發生衝突的時候 究竟是高層誰在什麼場合 說過這種話 這種話對不對 習近平構成壓力 也是沒有辦法確認的 所以我對這個問題 就是中共高層內部 對習構成什麼制約什麼壓力 我表示一定程度存疑 所以從另外一角度來看 習現在面臨的難題 換任何的領導人來做 也是一樣的 也是束手無策的 是不是 如果這個現在的中共總書記不信習 不管他信什麼 他會面臨一模一樣的難題 那個何老師 中美貿易戰呢 如果要說是習促使不但引起的 我覺得這個說法 那是因為習近平現在成了一個 垃圾框 什麼垃圾都往裡面磚 那就都這樣 其實這也是中美貿易戰 真正的起因 是美國對中國定位發生了變化 大家都知道在奧巴馬時期 中國跟美國之間的關係定位 是重要的經濟合作夥伴 戰略合作夥伴 重要的戰略合作夥伴 在這個情況下 川普上任以後 在2017年2月頒布的 國家安全報告中間 明確地把中國定位為 戰略競爭對手 這是有道理的 因為中國在那個時候 正好是遇上一個 國際和目前中美關係 正如是一個全球化 逆轉的 那個 川普是明確表示 不想再 用過去的方式 當全球化的明軍 就是美國出錢出力 維護世界和平 然後呢 各國都在聯合國通過 各個組織來反對美國 他不想再這樣了 所以很多英美報紙 尤其是這個英國的 FT 美國的紐約時報 就把這個全球化領軍 經濟領軍的帽子 送給了這個中國 那麼習近平也沒有 表示謙讓 在某些地方呢 大談什麼 全球世界價值 什麼什麼價值 表示一副 擔任不讓的樣子 這一點呢 當然對這個 美國是個錯誤 又加上那個 中國製造2025 其中的十大行業 就是美國 十大知識產權 最集中的行業 那麼中國這些年來 使用這個盜竊 複製 這種 還有強迫轉讓 已經把 美國這十大行業 很多技術 都複製過去了 所以 中國呢 又還宣稱 要扶植這些企業 也就是你講的 採取國家扶植 補貼 那個賺大 然後在全世界佔領市場 那麼中國這些企業 它沒有開發成本 沒有研發成本 那麼價格就低得多 美國這個企業 研發成本 相當高的 幾乎占產品的 百分之六十以上 在這個情況下 可以低價競爭 所以 川普在這個 3月22號那個 貿易戰的備忘錄裡面 談得很清楚 就是 這是 削弱美國企業競爭力 然後呢 就是 要 搞垮美國企業的那個 所以 他必須起來保護這個 美國企業 我覺得 前提是這個 至於習近平那邊呢 他們幾屆政府都是這樣 意識形態 視美國為敵 宣傳上 從來就是說 美國要和平演變中國 如何如何 而且不時得 搞一點反美小遊戲 在這個是 既定的 然後呢 就是 跟美國呢 一方面呢 是無捨 一方面搞小動作不斷 實際上挑釁 然後遇到美國反彈了 又 推然一點 這是歷來的小把戲 習近平也就是 繼續這些小把戲的玩法 所以我覺得 習近平應對不但 是他確實 第一 對這個川普了解不夠 對川普了解不夠 也不是他的死我 因為美國對華關係 歷來有個 晴天板和陰天板案 擁抱熊貓派當家的時候 就是晴天板案 那麼在這個 姜哲明時代開始 到胡錦濤時代 一直是擁抱熊貓派的當家 那個圖農派 幾乎是被壓述到 沒言語空間的程度 所以偶然飄過一年朵英雲 很快就被擁抱熊貓派 壓下去了 那麼川普上任以後 擁抱熊貓派 正好是處於整備運 因為美國清查這個 跟中國的合作資金 清查這些學術機構 皆是中國資助 學者皆是國資助 還有千人計畫 盜協資產權 那麼擁抱熊貓派 在這個情況下 出於自身安全考慮 在這種FBI介入調查 強大還有美國國會 不斷地開會 拿出證據證明他們 有多少觸犯了美國 國家利益的行為的時候 都紛紛關閉這些 中國研究中心 關閉孔治學院 終止和中國的合作 千人計畫 不斷地有人被逮捕進去 在這個情況下 進入了陰天板 那麼中國政府 又接觸不到這個 屠龍派的人 他們每一次有三屆的人去 還有學屆的去 王岐山他都親自接見 問他們了解看法 問題他們接觸的 都是擁抱熊貓派的人 談的都是對川普的反對意見 給他們的說法就是 川普200年一定下台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錯誤的信息 當然導致錯誤的判斷 我個人到底就是了 這樣看的 陳老師我想 您跟那個 何老師共同寫的 《中國溃而不崩》 那個時候是在 中美貿易戰之前寫的 現在碰到中美貿易戰 而且長期來看 美中之間 可能就像剛剛何老師講的 就是 陰天會變成一個常態的話 這個會對於中國的經濟 就像您在書裡面說的 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是不是還是維持 這個溃而不崩呢 還是會有一些 更直上的一些變化 我覺得中美貿易戰 只是在中共的困難上 增加了一點更大的壓力 但是根本上 我們結論沒有變化 我們認為還是在 相當時間的時段內 中共會處於一種 溃而不崩的狀態 因為我們講的溃 不是經濟崩潰 我們的溃講的是 道德 生態環境 以及其他方面 當然也包括經濟衰落 對 當然包括經濟衰落 但是 我們講的不崩 只是政權不崩 而政權不崩 有幾個要點 因為中國不是民主政權 不是選票選出來的 所以它不在乎 經濟滑坡 民眾生活困難 會對政權構成什麼壓力 它建立的基礎是鎮壓能力 只要鎮壓能力還能維持 還在不斷加強 那民眾實際上 就對任何經濟上的困難 都不能有任何反抗 或者不能有有效的反抗 所以這種情況下 談論中國政權會發生什麼演變 取決對中共政權的這種鎮壓能力 發生什麼變化的觀察和分析 如果沒有實證證明說 它的鎮壓能力在萎縮 那麼要談這個政權的崩潰 只是一種個人的主觀的想像 我覺得對中國經濟適合崩潰這個問題 有一個很好的解釋 也許是你們台灣人最幸福的 就是這個我記得前幾年 我們在2049研究所開會的時候 美國之音的記者採訪那個 羅貝爾經濟學員得主 克魯格曼 那麼就問他 中國經濟現在有這麼多問題 會不會崩潰也會不會導致政權那個 他對這個問題回答是不會 他在這個情況下 中國只會更加強 對這個社會的控制 言論空間過分都會變得更狹窄 那麼就問他 中國經濟萬一崩潰了 那個世界會不會救 他亂來回答 不會 救不起 中國經濟體驗太大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承擔 拯救中國經濟的責任 然後呢 他說 屬於中國經濟是處於一個太大 因爲它不能倒 我打個岔 因為我在看到您的書的時候 我有特別有感受 就是說 在現在這個情況 那中國 跟整個世界 它的互動越來越密切的情況 克魯曼的話 是不是現在 有一個新的修正就是 現在變成中國經濟大到 也不能讓他倒 因爲你既不能去救他 沒有國家能夠救 但是又陷於一個矛盾說 他如果真的倒的話 全世界經濟也會被他拖下去 這個問題是絕對的 首先 我當時不是隨不讓的原因 中國現在已經早就成了一個資源依賴型國家 第一 中國的主要礦產 一半以上都依賴於外國供給 那麼很多資源國家 就把中國當作最大的買家 這些包括很多發達國家在內 比如澳大利亞的鐵礦 還有中東的石油 包括美國的油 都是以中國為最大買家之一 俄羅斯也是同樣 那麼就是粮食方面 我們知道 我不講別的 剛才講的是資源 粮食方面 中國有將近14億人口 目前粮食自己率只有70% 30% 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 30%意味著1億多人口 不是 3億多人口 是靠外國供給 而歐洲整個才6億多人口 這個規模就註定了很多粮食生產國 也是把中國作為主要買家 那麼就是這個資源方面 那麼中國自己的產品 它主要依靠 就廉價的美町菜 也是以國際市場為代表 中國現在跟168個國家 形成了互相依賴的這種經濟關係 這一點就註定了 全世界可能會繼續跟中國作爭議 所以在現在目前 就是中國四核崩潰 有一個外力因素 一定要考慮 這個外部因素非常複雜 這個經貿資源 還有這個商品來往 任何一個因素都是一個參數 所以中國崩潰弄者 常常把中國想成一個封閉體 沒考慮到這些外部參數 我們也知道這些年來 中國的那個經濟 中國崩潰了已經出現三輪 三輪的源頭都是美國 那麼中國的一批民運人士 異議人士 幾乎把這個當作政治正確 如果你要是說中國虧而不崩 他們就開始罵你是五毛 罵你呢 如何如何 我已經承受了他們很多罵 對我上海最大的不是 對我指責最多的 已經不是中國政府 對魁爾不崩潰 而是他們 我跟他們已經講過了 中國四核崩潰是一個 可以驗證的問題 你們以前不斷地預言它崩潰 比如2017年崩潰還有神域 這個你們也厚為經典 到處在講 2017年已經過去兩年了 沒崩潰 所以我說你們 我說當時他適合崩潰 一定要看一些條件 我說這些條件不滿足 那麼你們期盼的崩潰就不會實現 與其按照中共某年某月來崩潰 設計你們的政治人生 還不如面對中國長期虧而不崩 來設計自己的人生 不要思想偷懶行動偷懶 做些正確的事情 這是我的想法 這個剛才您講到說這個 我們在討論說中國大 因此呢 如果中國一旦經濟垮下來的話 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救得起 這個結論是確定的 但是不能從這個結論反推出來說 因為中國大到垮下來沒有人救得起 所以也不能讓他垮 大家來救他 有這種可能性也沒有 沒有 也沒有哪個國家大到能夠救得起中國 既然救不起中國也沒有辦法 防止他倒下來 換句話講 中國經濟如果慢慢一點一點的溃敗的話 英文是 decay 這是一個很緩慢的過程 可能二三十年一二十年 在這個過程中 各國會慢慢開始切割 我想包括台商在內也會 此時此刻 台商 據我了解 已經開始考慮這樣的切割問題了 就是他這是自己的利益 他那個大象很大 他在生病 有很多問題 你為什麼說我一定要和他綁在一起 他病我也病 他要死我也不能這樣做 沒有道理 但是這個事情有個先後發生順序 一定是得不到利益了 才開始切割 結果那個澳大利亞鐵框石 不是因為他主動不給中國政府了 而是中國買不起了 不買了 所以這個時間 先後訊息一定要想清楚 我最後想請教陳博士 就是你自己看就是 中美現在目前的貿易戰 會怎麼樣子來收藏 是不是永遠不可能收藏 就是大家之間即使現在 暫時簽了一個協議 以後的紛爭仍然是不斷的 你最後一句話我相信是沒有錯的 因為這一次中美談判 已經等於一百步的距離 中國已經和美國走到九十九步 白宮沒有料到中國會突然 前面九十九步的成果全部 把桌子掀翻 完全賴賬 那麼這個舉動 真正傷害的是 中國這個政府的信用 就是它的credit 讓人覺得說 它是一個not trustable 一個government 一個regime 那麼這種情況下 今後任何談判在發生的時候 所有國家所有國際組織 都會記住這個教訓說 OK你有過那件事情 你做過那件事 那麼現在你跟我講的 會不會又到最後一秒鐘翻盤 或者說就算你簽了字了 你還是照樣可以翻盤啊 所以 今後在談判策略上 世界各國都會重新思考 那麼對中國來講 它這一次翻盤是肯定有它策略上的原因 也許它會為了某種需要 說今後我們再坐下來談 但是今後這個桌子變了 不會是原來的條件 原來的態度 大家還認為說可以坦誠交談 然後彼此信任 這個氣氛從此不會存在 也就是說 雙方已經面臨一種新的不可信任的格局 雖然有人把它叫經濟行論戰 我認為沒有到那個程度 但是彼此不可信任就跟做生意雙方一樣 有一方讓人看出來 它是個不可信任的商人 那麼別的公司會繞開它的 何老師我也想問 因為你原來講說 大陸是有一個判斷想要拖到 明年美國總統選舉 那現在看起來民主黨如果上來 很多人講說跟川普一樣 也是會對於中國強硬的 你自己判斷 我覺得這個判斷是錯誤的 拜登最近就錄了一次線 拜登原來是民主黨 建制派最看好的 想用他把酸德斯擠壓下去 酸德斯上面那些人 完全關注的是國內 還有世界那些受苦的人 非法移民難民的權利 根本不考慮這些問題 只考慮分蛋糕 如果做蛋糕是不考慮的 那麼拜登這一次也不知道是出於什麼考慮 把他放在心中已久的話說出來 說把中國當作對審是錯誤的 中國應該是同盟者 那麼這一條呢 因為雖然是民主黨建制派多年以來 擁抱熊貓派的共同想法 但是他們現在想看這個川普 在貿易戰上無果而終 想看他如何來自中國不成 所以毅力要主張貿易戰打到底 結果呢 在這個情況下 拜登來證明一下 民主黨非常被動 但是我覺得好就好在一條 大家畢竟看清楚了 民主黨的代表人物 想的是什麼 這一點是肯定的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跟我們來談了很多 包括從貿易戰談到中國經濟 談到美國的相當的情況 謝謝兩位 謝謝 也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